梅菜蒸肉饼 如何煮才好吃? 除了有美好的梅菜 最好是买猪后腿肉 肉够实淡淡淡 蒸完又不会粗糙 很好吃 马蹄拍扁 梅菜芯 用少少有盐的水浸几分钟 冲净了之后 渣干水就切成小粒 然后腌梅菜最少半个小时 然后炒梅菜大约2分钟 让它入味 然后把肥猪肉切成小粒 然后猪腿肉切成粗粒 然后剁猪腿肉只需要一分钟 然后加入肥的猪肉粒 再继续剁它半分钟 然后将这个剁好的猪肉 加入盐、蚝油、酒、糖和胡椒粉 搅匀进猪肉里面 然后加入豆粉水搅匀 然后将冰水放入免治猪肉里面 一直搅拌直至水分完全吸入 我们将免治猪肉搅拌大约30次 然后将麦皮开水后 搅匀加入猪肉里面 搅匀加入梅菜、马蹄和姜粒 搅匀后将猪肉放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拿出来 平铺在一个圆碟里面 然后用手指来多锁一些洞 然后盖上大火蒸10分钟 趁热就可以上碟了 在冰箱里面 过来 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然后这里 是小学生 被挡入了 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放入冰箱里面